当中要问谁的名声最差 那么必定有司马懿族 司马懿是魏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更是发动高平民之变 一举掌握魏国朝政 成为了魏国实际上的皇帝 司马懿在夺得魏国实权以后 以谋反的罪名 杀害了自己的宿敌曹爽一党的三族 手段是很辣令人发指 不过也许是司马懿残忍的行为 激怒了上天 在司马懿的后代 也就是晋朝的皇族 也被手下的大臣窜了位 还被灭了族 魏明帝继位以后 仅仅在位十二年就去世了 其去世之时甚至没有留下后代 以至于魏明帝只能将皇位 传给自己年仅八岁的养子曹芳 而在他去世以后 一共留下了两位辅政大臣 分别是司马懿和曹爽 本来曹爽凭借着自己的宗室身份 在和司马懿的争斗中 一直都处于上风 但是曹爽死人过于自大 没有什么才能 以至于朝中的大臣 对其多有不满 于是司马懿就利用曹爽的这个弱点 一直养精俱锐 并乘着曹爽三兄弟 往高平陵 拜祭魏明帝之时 发动了高平陵之变 一举掌握了整个洛阳城 不过此时的曹芳 其实并没有走投无路 因为他手中还掌握着最大的依仗 那就是皇帝曹芳 只要他利用曹芳的天子之名 号召天下群雄抗击司马懿 那么司马懿未必能够获胜 然而此时的曹爽被司马懿这么一下 早就六生无主 惶惶不可终日了 哪里还有什么想法 而司马懿就是利用了曹爽的这个弱点 对其许诺 只要他投降 就能保留他的爵位 就这样 司马懿仅仅凭着几千死事 就推翻了曹爽的专政 实现了咸鱼翻身 而司马懿在打倒曹爽以后 也没有兑现诺言 而是将曹爽三族禁灭 司马懿的后人司马岩建立西晋以后 并没有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因此在西晋建立以后 不仅整个国内就爆发了 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 而西晋也由此灭亡 东晋建立以后 司马家族的皇帝依旧不思进取 因此对于司马家族的无能 刘玉十分不满 于是在时机成熟以后 刘玉索性取而代之灭了东晋 建立了刘宋 建立了刘宋以后 刘玉的心思就开始变了 因为自此以后 这整个江山不再姓司马 而是姓刘 作为开国皇帝 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后盖着想 因此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整个司马家族都灭了 这样别人就算想扶持皇帝 也没有人选了 这就是司马家族灭亡的原因 好了 我是邱